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好亮 嗨大家 謝謝洛克的告白氣球 Hello大家 跟大家說一件事 哇 謝謝家居的夢幻煙火 謝謝Derek韋的告白氣球 咳 咳 噹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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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恿 咳 仔 呼 跟大家說我還在累 我還是很累 謝謝Yanki的小雞蹦蹦 大家聽久了就會習慣啦 晚安 謝謝宗穎的告白氣球 大家聽久就習慣了吧 謝謝阿瑄的JUJU你喔 還沒習慣 因為大家還沒有像我一樣聽那麼久 謝謝香檳 謝謝茶餅長的香檳 繼續累 那需要貼多久 什麼意思 聽多久 那需要聽多久 不知道 心態不一樣吧 我是擔心我唱不好 你們應該沒有這個擔心 所以你們不用 你們不用擔心這個 謝謝茶華哥 對啊 我今天還在累 不知道為什麼 好累喔 哈囉 鄰居被我影響 鄰居被我影響 誰啊 鄰居被我影響 我的鄰居誰 晚安瑞 怎麼在哥哥房間 因為媽媽今天要上課啊 所以就在哥哥房間 謝謝Sam的真情告白 一上來 一上來就卡住 卡住了嗎 哈囉小良 哈囉浩宜 晚安 謝謝告白氣球 謝謝告白氣球 告白氣球 美食海草飄 美食海潮飄游 哈囉正有 哈囉婷婷 哈囉空空 謝謝易香君的真情告白 好認真的 謝謝廷瑋的香檳 謝謝廷瑋的香檳 謝謝天主屬車車的 真情告白 謝謝易香君真情告白 謝謝檸檬的心唇 謝謝天主屬車車的真情告白 大家真的要去看夢之河這首歌的演進 因為我跟妳說 全圓 有衛生純的 全圓大家都非常漂亮 對 我眼睛好痠喔 我沒有哭喔 我只是眼睛很痠 謝謝金魚的Longlife應援燈 晚安李珍 晚安金魚 真的 我跟妳說 這個MV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這種感傷型的MV 謝謝Akia的行李箱 所以妳可以看到大家比較不一樣的 謝謝 SRDo的浪之星 謝謝Derek的堅情告白 謝謝SKNK的吻手禮 謝謝這次啾啾愛的煙火 哈囉芳妮 真的全圓美顏 謝謝舒盛導演 大家趕快去謝謝天樂老師跟舒盛導演 謝謝阿順的真情告白 謝謝阿順的真情告白 晚安 謝謝SK的真情告白 謝謝土司土司的真情告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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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MV很好看 真的MV大家都非常美 謝謝金魚的Longlife應援燈 謝謝琳妮的愛的煙火 謝謝琳妮的愛的煙火 謝謝琳妮的真情告白 謝謝阿順的真情告白 謝謝阿順的真情告白 謝謝廷瑞的真情告白 謝謝 哈囉芳妮 我沒有錄很 我沒有錄的 像大家以為的會錄的那麼久 就還蠻順利的 對啊 頭髮好捲 因為我今天 隨便弄頭髮 謝謝倩的夢幻泡泡 欸今天 今天大家應該有很多問題會想問我吧 那我今天就接受大家提問 好了 我的狀態很好 歌聲很清亮 因為 怎麼說 我覺得這首歌 我們在配唱的時候 老師 老師跟 老師希望的是唱一種 比較希望的 難過中帶著希望的感覺 所以 用了比想像中 就是 還多力氣 啊我自己覺得 謝謝琳妮的 心地善良 對啊 我自己覺得 我在演唱會現場唱的 雖然說我 因為情緒的關係 我覺得我彩排唱的比較成功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在演唱會的情緒 比較是溫柔的一點的 然後 在這裡的話 是比較帶著希望 有力量的那一種 就是 錄的時候 很用力很用力 很用力的在唱 對 晚安科基玉 哈囉猴子 哈囉 Richard 他說我彩排唱很難聽 不是 我們有兩次彩排 我第一次彩排的時候 前面唱得很好聽 然後後面就唱 後面就因為我開始哭 所以情緒就 我就Hold不住 而且我那時候 還沒抓到訣竅 怎麼邊哭邊唱歌 這樣子 然後 那個就是 後夜季有播的那一段花絮啊 然後第二次又在不同的點哭 當然這兩次 我都還沒學習到 怎麼邊哭邊唱歌 但最後一次正式來的時候 我已經有點抓到 怎麼邊哭邊不要唱得那麼難聽 對對對 所以我有抓到一點訣竅 夢之河是我自己選的吧 對 夢之河算是我自己 沒有啊 就是討論之後選的 謝謝Ricky的愛的熊抱 謝謝Ricky的愛的熊抱 怎麼會這次來唱 也不是突然學會吧 因為已經唱過很多次啦 對 有多喘求花絮 我根本沒有時間喘好不好 我在換衣服 而且我 我這一張照片都沒有 我現在 我只有一開始跟最後的衣服的照片 我中間所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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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間所有衣服 都沒有拍到任何照片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有點 不知道要發什麼 我還在整那個 官方攝影師給我 他就是給我其他照片 對 謝謝志偉哥的真情告白 謝謝 謝謝李珍的行李箱 謝謝Dragon的真情告白 謝謝 MV 對啊 MV其實蠻早就排好 對 起床又很痠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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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好像也還好欸 只是喉嚨有點 喉嚨有點 喉嚨有點 爆掉 謝謝保羅的真情告白 拍Fnanzia有人哭嗎 有啊有人哭 呵呵 但我沒有哭 阿粉衣服有趕上 阿粉衣服肯定會趕上 然後我畢業演唱會有延期欸 阿粉衣服不可能不趕上 對 MV其實是在 六月的 差不多六月的時候拍的 六月左右 所以一定趕得上 喔對啊 我現在不用他確診 現在可以隨時確診 沒有啦 還是健健康康的 比較好 對 我拍MV那天沒有哭啊 謝謝阿順的紙飛機 謝謝阿順的紙飛機 謝謝小薰的告白氣球 謝謝小薰告白氣球 謝謝聖漢的魔杖 謝謝蔡蔡 對 8月20有公演 對 8月20有reset公演 最後一次的reset公演 謝謝jacken的真情告白 謝謝Holly的愛的煙火 謝謝Holly的愛的煙火 謝謝夢幻夢靈 謝謝小薰的 神燈給小辣椒的願望 謝謝小薰神燈給小辣椒的願望 謝謝小薰神燈給小辣椒的願望 謝謝 謝謝 辛勤的告白氣球 謝謝辛勤的告白氣球 謝謝QP的筆個心 謝謝QB的筆個心 什麼什麼 我沒有看到你們在說你們在聊什麼 謝謝科技浴的行李箱 謝謝香港阿琪 謝謝斯琪愛的煙火 8月公演獅士雅 最後一次參加公演嗎 最後一次參加公演 最後一次參加reset公演 對 我只能說到這 其他你們自己 去議會一下好不好 再放一次 謝謝楊凱鈞的夢幻泡泡 謝謝楊凱鈞的夢幻泡泡 謝謝勇哥的告白氣球 謝謝勇哥的告白氣球 我也會露臉嗎 我不會露臉阿 我去其他涼補也太奇怪了吧 我已經 我學 學完那兩首歌 我已經 就是 那個 最大指 對對對 那就是最大指 對啊 我們真的是後夜季第一次看到耶 我們沒有 我們那是真的超級 超級reaction 超真的reaction 對 今天怎麼會在哥哥房間 因為媽媽要上課 對 謝謝廷瑞的 鍾琴玫瑰 謝謝廷瑞的鍾琴玫瑰 眉心 什麼意思 你說我去看他其他組的公演嗎 我去看他其他組的公演 你幹嘛啊 欸 要重新組 不是要組歌嗎 他們也沒幾次表演了 要讓他們好好享受一下他們的表演好不好 哈囉 哈囉 流星馬獎 謝謝欠的鍾琴玫瑰 弄之和 什麼 全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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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假的決定要選嗎 你是說選拔人員嗎 應該是說 有人數限制啦 然後 依照那個人數限制去選這樣子 跟公司一起討論這樣 我們也有一起討論這樣 謝謝黑傑克的樂氣球會員票 謝謝J-Chan的星辰 謝謝詠妮的 謝謝詠妮的 愛的煙火 謝謝J-Chan的星辰 謝謝阿森的浪Live應援燈 謝謝盛翰 謝謝小明的告白氣球 謝謝小明的告白氣球 謝謝 你說看別組公演 看可以啦 跳我的話先不要 我如果去跳別人公演 太那個 所有人都要為了我換位子 該讀蜘蛛了吧 考慮一下 謝謝終於愛的小熊 謝謝阿森的緣分相遇 謝謝勇哥的偷偷喜歡你 謝謝勇哥偷偷喜歡你 欸大家都沒有什麼 要問題要問我是不是 我以為他會有問題要問我 真的該讀蜘蛛 我只算讀蜘蛛不會 也沒有我還有一些歌不會啊 對 問了都被刷掉 好對不起大家再問一下 對 我滿意自己演唱會表現嗎 嗯 基本上 我覺得 還行吧 還行 對啊 嗯 很難耶 要說滿意嗎 應該也沒 沒到超級滿意 對對對 謝謝勇哥的楓葉 對 會以三起成分出道嗎 當然不會啊 我的 我的 年紀都超過了 你有覺得很吵嗎 就是覺得 他很 他很high 對 覺得他很high 對 對 我噴彩帶是真的 嚇到 有了 我的頭笑一下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快哭 我已經在哭 有沒有 我已經在哭了 然後突然間被那個 彩帶嚇到 超好笑的 我一直拉裙子 因為 我一直覺得 你是說我跟妹妹講話的時候嗎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是不是沒穿好 我是不是沒穿好 我一直想確定 我那邊 腰那邊有沒有折好 所以我就一直想確定 我也沒有穿好 對 大家都被彩帶嚇到 每一件裙子 你知道我拉每 我有一直拉每一件裙子嗎 我有嗎 我沒有辦法 我只有拉 那個吧 排岩的那一件吧 因為我一直覺得 腰是不是沒穿好 對 調耳機是不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會太小聲 我真的聽不太到 對 有時候 裡面的聲音會太小聲 寶可夢晚安 然後因為我 我讀唱很多 我要確定我 我要聽到 不然我會沒什麼安全感 對 為什麼一直看樓上二起身 因為我怕大家沒有發現他們 我希望就是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就是大家有看到 樓上有他們 所以我要抬頭去看他們 這樣大家才會順著我的 視線往上面看 然後這樣大家才可以看到 他們 對 我調很大聲 我跟你說我 我已經 因為其實整體有 導演那邊他整體有調小聲 因為 我們大家齊唱的時候 聲音會 耳機會爆掉 所以導演有整體調小聲 阿導演一整體調小聲之後 就變成 我唱讀唱的時候 我的聲音也變好小聲 跟我一開始習慣的 跟我一開始習慣的很不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沒安全感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會 在自己的怕的時候 壓一下耳機這樣子 大概全部人 全部人一起唱 真的很大聲 在耳機裡面真的很大聲 為什麼會聽人繼承的 我也不知道耶 真的聽不出來啊 記想是純粹當觀眾 他們是純粹當觀眾耶 對 對 他們就是純粹當觀眾 對 對 他沒有take他們 對啊 他可能想要一直拍我 呵呵 但是我有 我有 我有往上面看 看他們啦 哈囉 Steven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聽人繼承的耶 葉哥最主要哪句歌詞 蛤啊 這很難選耶 都很喜歡啊 賈魯特娃 哈囉 哈囉 唐台小弟 哈囉 人美 真的全身都是汗嗎 嗯 我覺得也還好耶 因為其實 換衣服的速度很快 所以其實 還沒流滿汗 就已經換下一件了 所以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流很多汗在衣服上面 對 但是我們那 但是 我們 就是 壓力很大 我們要一直換 狂換 狂脫 對對對 阿伯桑祝福影片有什麼感想 就是很阿伯桑的風格 對 是一起討論的嗎 沒有耶 我所有歌都是我自己選的 呵呵 我只有問他說 欸你們一起跟我跳這個 我們一起表演這個 這樣 基本上啦 然後他們有意見 他們可以說一下 然後我會 斟酌考慮 對 選孟之河當第二歌的心路歷程 嗯 因為孟之河其實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一首歌 就是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然後孟之河是 滿有 很有意義的一首歌 同時我們 在討論的時候 在跟公司討論的時候 其實 嗯 孟之河算是比較 在AKP48的歷史上算是 嗯 比較明確的第一首畢業歌曲吧 然後 以我的狀況來說 我也是 TNTP一個比較明確 呃本土畢業的第一個 人 就是比較明確的去畢業的人 對 其他人的都是比較 微妙的狀況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 欸 其實 這個 意義滿像的 所以就是覺得 欸這樣這樣 然後這又是一首很棒的歌 所以我們就 決定要選這首歌 對 其實畢業歌很難選 真的很難選 因為 因為 其實 有時候 因為畢業歌通常都是為了某個成員量身打造的嘛 所以我們在選的時候 真的是抱著一個 無敵敬意的心情在選擇 對 無敵敬意的心情 然後 但是要怎麼選又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 也有 考慮過要不要原創 可是 可是 原創 原創的話 我們又會怕 沒有到那個感覺會不會不好 所以其實 就是 思考 也思考了滿久 對 謝謝羊公公 愛的煙火 對 伊茲里奈桑 對 我跟伊茲里奈桑 我拜託 我拜託他錄影線的時候 我跟他說 因為我想要 因為我 因為我好像在後夜集有說過 就是我希望 大家的祝福可以 輕鬆 不用太沉重 輕鬆的那種 然後也不用太制式化 就是 好笑一點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可以盡情的 搞笑 盡情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樣 對 我好像有說過 呵呵 對阿 謝謝天樂老師 天樂老師寫詞 Go Now就很輕鬆 Go Now是另一個吧 我覺得Go Now是那種 帶著希望 帶著希望的 歌曲 對 來留言的人 都是你選的嗎 呃 我是 都有發出邀請 對阿 嗯 天樂老師值得阿 天樂老師真的很厲害 天樂老師 選 等一下 看不到 選黑暗真的神來一筆 是你想的嗎 呃 就是 這 場演唱會的歌單 從第一首到 第27首 都是我想的 對 謝謝倩的夢幻泡泡 還有那個 出演成員也是我想的 所以我真的是 很感謝公司給我那個 一個很自由自在的發揮空間 基本上 他們不太會 跟我說不行 但是他們會 給我一些建議 這樣子 給我 如果有一些地方他們覺得不好 他們會給我一些建議 這樣子 黑暗是不是很難唱 很難唱 唱 黑暗是 黑暗是難唱的點 是他的詞很多 對不對 他的詞很碎 沒有選到向前走 向前走的話 其實一開始非常想選 但是 但是向前走 各種意義 有一些 遇到一些難關 其實我們真的是 有很多難關 真的 有些版權的問題 處理不來 像我們影片也有很多 有一些版權的問題 還有就是 呃 我們歌詞版權 然後 歌褲啊 這些衣服的問題 換衣服的 怎麼換衣服 會來的處理 怎麼樣做才會順暢 其實真的有很多問題 對 對 真的牽扯到很多問題 就是排歌單 真的沒有大家想那麼簡單 但我就算 我今天想好我 我想要的什麼歌 然後我要想 欸那我這套要 我這套要穿什麼 那我知道要穿什麼之後 我就想說那我換衣服 接下來來不來得及 或是什麼 所以 然後要同時符合自己想要表達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歌單真的蠻難的 對 版權 版權就是最大的影響就是 歌褲的選擇 其實 其實歌褲 歌褲 就是 是這樣 中文歌褲就是這樣 企鵝是我想的 對 換企鵝是我想的 因為我覺得 我們那時候就在討論說 欸 沒有其實好像是 我們一起表 我們一起練習的時候 我們跟 我跟Bell for All的大家一起 我們一起想 對對對 因為我們前面有一個拍 有一段 我們就在想要幹嘛 然後想說 欸居然這樣要不要 就是 就是穿企鵝的頭套這樣 因為 換整套是絕對來不及的 對對對 換整套是不可能來得及 從這些慢慢想過來嘛 對啊 就是從零開始想 從零開始排到現在 這樣子 大概花了 可能有一兩個月在排這個歌單 對 謝謝阿成帶我去流浪 謝謝阿成帶我去流浪 然後還跟姊姊要了這個衣服 衣服的那個 就是我們有什麼衣服 然後每一件衣服總共有幾件 每一套衣服有幾件 還有很 就是有很多很多問題 就是呢 原本有邀請阿伯桑 其實原本有邀請阿伯桑 但是阿伯桑因為他當天有事情 他有工作 就沒辦法出錢 不然原本是設定 阿伯桑跟程次元一起出來 對 這是原本的設定 對 剛剛還有什麼問題沒回答到 一邊排歌單一邊練舞嗎 沒有要先排好歌單才可以開始練舞 對不對 有什麼原因嗎 其實我不太知道耶 我沒有 我沒有 還沒有問到這個程度 當然我那時候 就是我都有發出邀請這樣子 我一買一買又好為什麼我不擔心嗎 因為我覺得一買一買又好某種程度上是我最後一籌選拔單曲 所以我就想說就照著原本的選拔位置去唱 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一買一買又好保留原本的配置去做 這樣子 沒有本來是跳七人版本 然後後來我們再改變成六人版本 謝謝哈瑟桑的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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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想選單最後沒有成功選進歌單的移植嗎 其實沒有耶 因為 因為 當初我就是打開歌庫 中文歌庫 開始一首一首去 一首一首看有什麼歌 然後一首一首去聽 我要的感覺跟我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最後選進來 然後最後就是很感謝 就是全部想要的歌都有選進來這樣子 對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喔AQB規定 喔對其實畢業的 就是已經離開團的人 是不能穿 是不能穿 呃 在團裡面的人的衣服 就不能穿在團的衣服 這是有規定的 但通常像日本他們比較 衣裝部比較厲害的話 他們就是會幫那個 畢業就是 再回來的成員 如果他有上台跳舞的話 他好像會幫他做吧 依我看那麼多畢業演唱回來 看是這樣 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衣裝部 那我就說 他自己 我就請我妹自己選一套 他想穿的 這樣子 對 哈囉哈利 哈囉阿彭彭 原本 跟吳祐安排的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沒有不一樣耶 完全一樣 我沒有改 更改任何一件事情 對 我基本上沒有更改任何一件事情 我 我們都是 都是一樣的 對 喔對還要自己花錢 但我讓他上來表演嘛 對不對 所以場地不一樣 喔場地不一樣 改了一些 站位吧 謝謝阿福帶我去流浪 謝謝一生俊的藥業 流音 藥業流音 這第一次看 藥業 藥業流音 對不對 二樓的人沒地方站 其實本來沒有二樓啊 所以我們後來 換場地之後 就再想到底要不要二樓 這樣子 對 謝謝宏偉的早安抱抱 喔 劉瑩 對不起 劉瑩 是劉瑩 對 謝謝信洪 阿樓周周 謝謝NEO的夢幻煙火 謝謝NEO的夢幻煙火 其實不可能我自己唸 太奇怪了 就是我自己說 有一個女孩 這樣子 太奇怪了 然後我們就 影像部就 我們就在想要找誰 但我覺得其實任何一個成員來唸 對我來說都是ok的 就是 只要聲音適合 對我來說都ok 然後 他們就有聽了幾個人的聲音 然後影像部最後去選擇他們覺得跟他們想要的聲音接近的人去錄這樣 對 好 好 好 漂亮 東亞南亞的粉絲 還有東亞南亞的粉絲 還有東亞南亞的粉絲在嗎 還有在嗎 最後是影像部決定的 對阿最後是影像部決定的 我跟 我跟影像部說 選誰都可以阿 我ok 就是你們覺得比較 你們覺得誰比較好都可以 對 謝謝志懷的大聲說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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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劍谷的楓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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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練和綠草地哪一手放最後 剛才好像是多久的 沒有說實話我一開始就是選定綠草地 但是後來我們在排腳練的時候 我們一直想不到適當的這個叫什麼 結尾要怎麼去擺 然後我們才想說還是 要不要腳練放最後一手 但是後來老師說他覺得不要 那我們就說好吧那不要 所以其實也沒有到考慮很久 對 而且我有帶腳練大家都沒發現 其實我有帶一個腳練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發現 我有 我的左腳有帶了一個 人魚尾巴的腳練 是有特地去買的 你有發現葉豐明月有發現 有點遠看不到 對 看不太到 我的腳練好像太細了 看不太到 葉斯亞少年的學渣 葉斯亞少年的學渣 有人有發現 太細節了 有人有發現 很棒耶 有發現的人厲害耶 線上就看不太到啦 應該是 線上看不太到 有照片嗎 想知道後面 光放IG關閉 我現在是在努力想辦法把IG 就是 看看那個名字可不可以改掉 有人 有人認識那個在IG工作的人嗎 因為藍狗狗改名好像很麻煩 我還在尋找方法 對 然後 不知道耶 因為其實 要繼續用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名字改不了 就是 用戶名稱就會一直 就是 有AKP48TEAMTP 對啊 就是要把AKP48TEAMTP改掉 這樣子 前排都有看到 很棒耶 那個是 另一個 我現在叫成CR的是另一個 那個不叫用戶名稱 用戶名稱 是 上面的那一排帳號 對 對 之前好像有改過 但是現在好像要改名要很難 就是對 你要記性聯絡 你要跟IG聯絡才有辦法 對 但是就是 我還在想辦法處理這樣子 對啊 有人認識在IG工作的人嗎 麻煩 那個舉手一下 好像 不能隨意改名 可是 也不是說沒有人成功過 對 對啊 藍狗狗的困擾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開新帳號 除了粉絲 累積 過往累積都沒了 還有一個點就是 謝謝陽太 開動了一個月粉絲 當然還有一個點就是 很多貼文就不見了 那些回憶就不見的感覺 所以有點想要留下來這樣 公司其實公司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辦法 因為 真的就是需要 因為就是真的需要認識在IG工作的人 或是在FB工作的人 就是 好像大家都是這樣改成功的 對 對 公司好像也沒有認識的 阿羅華華 我所以跟公司講好像 沒什麼用 需要 需要有 認識 IG跟FB的人 對 對 我 只要想 漂流 沙川蕩漾著 漁波 去找官方 其實 其實找不到官方 聯絡的地方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就是 阿伯上有 我有在問 該 可以問的 我已經 有在問 對啊 就是 要想辦法 對 對啊 因為 不知道 因為IG後台 IG的帳號那邊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 聯絡IG的 以前就是 曾經流傳有一個 信箱 然後我寄信過去 他就說 欸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 信箱已經沒有在用了 對 認識IG工程是有用嗎 好像有用欸 可不可以 現在直接去後台幫我改了啦 哈囉 萱萱 反正就 那些好像都是 已經 舊的資訊了 對 IG工程師好像有用喔 要不要 聯絡一下 你要不要跟他講一下這個事情 IG官方的IG 才不會理你呢 IG官方的IG 沒有再回訊息了 對 我在網路上看 就是 如果在台灣 因為台灣IG沒有分公司 所以如果你在台灣要處理IG的事情 你要聯絡FB 所以基本上就是 聯絡FB 對 謝謝阿成的幸運 謝謝草屋 謝謝 這隻 謝謝 中情玫瑰 謝謝 中情玫瑰 FB自己就忙不乖 對 FB自己就很忙 大家都很忙 對 這一回 誒 畢業後還會開主婦嗎 不知道誒 要看等畢業後吧 謝謝亮亮的爆竹 本來是要一起改的啊 本來就是講好要一起改 結果最後發現誒 下面那個成功了 然後上面那個沒成功了 對啊我IG如果是400萬他們就會理我 沒辦法我記得4萬 當然4萬雖然說是4萬 可是那些貼文就會消失不見 還是蠻難過的 對啊 哈囉江湖上一隻寂寞的兔子 主要是我覺得那些貼文 粉絲可能再努力一下 可以慢慢再累積 但是貼文那些什麼 就沒有辦法移過去 就很難過 對 哈囉小強 大家如果有認識的介紹一下 謝謝 貼文 備份也不是吧 我覺得備份跟繼續用那個帳號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就是 備份下來的感覺 帳號如果不見了 帳號如果消失了就還是消失 那感覺就不一樣 對啊 對啊 哈囉 劉英魯斯 喔對還有我有點長 以前 TPE的貼文都被我點長起來 對啊還有留言那些 哈囉 克里斯晚安 還有很多留言那些的 要換聽別的歌嗎 要刷流量啊 我們要刷觀看次數耶 晚安哲偉 哈先生ありがとう 哈先生ありがとう 對真的不能不見 我們要刷一下觀看次數啊 你們想聽Go Now 對呀我可以放Go Now給你聽 我有影片 我要了影片檔來看這個MV 我可以播給大家聽Go Now 等我一下啊 嗯 高音子吧 還可以 欸不能放嗎 我應該可以放吧 我應該可以放吧 我是收禮物的人 我應該可以放吧 我剛剛我我什麼 什麼 一直重複某一首 有我剛剛有重新整理過 對 欸對啊大家記得在回放日期內 回放欸 大家在回放日期內回放演唱會 回放個Go欸 我真的很想聽大家分享演唱會的心得 我看了很多 大家那個 take我的文 我都好好看 對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演唱會的心得 畢竟 演唱會算是我 真的是偶心力寫之作 真的我就是其實 我其實我 因為我投入了很多 所以 我就突然很懂那個製作人啊 什麼導演的心情 就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 懂不懂這裡 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搞懂這個意思 或什麼 就是像 我不是安排了那個 彩蛋的橋段嗎 然後我想說 我後來 其實 結束之後我在心裡想的是 欸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大家懂這是 這是 呃 大家懂這個梗嗎 大家 大家 還是會大家會一頭霧水 什麼的 就其實蠻擔心的 就是 突然間懂很多導演 不是拍 拍自己想拍的 然後 然後 不是別人寫新的 就是說看不太懂 那個心情就會很難過 哈哈 大家懂嗎 什麼大家 怎麼樣 大家懂嗎 你先不要破口 我們自己觀察 你們不是已經看完了嗎 對我沒有安排的紫花 紫花那些 不是我能控制的 欸 噴紫花我完全不知道會噴紫花欸 噴紫花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噴紫花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彩蛋是 就是 彩蛋 蛤你沒有看後夜記嗎 靈果 彩蛋就是那個啊 我跑那個 Rolecar就是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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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彩排的時候沒有說 會有那個彩 紫花 就是電影結束 電影演結束之後 不是會跑 工作人員名單 還有演員名單嗎 那我就想說 因為我很想要 因為我覺得 大家出演 每個出演者 每個後面 後面工作人員這些 大家都是 值得被寫上名字 在上面的 就是 我想要 寫上他們的名字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我想要設計一個這樣的橋段 對我就是特別想要 喔 你只是想再提一次 你好棒喔 林果 你讓我講一次欸 你怎麼那麼拋梗給我欸 對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想要的感覺是 影片放完之後 不是會跑名單嗎 然後旁邊會有一些 NG畫面嗎 或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留了一些 比較 搞笑 比較好笑 比較有趣的素材 放在那裡的螢幕 然後寫下每個成員的名字 再寫下工作人的名字 我還跟他們說 最後一定要跑那個 各種logo 一家 哈囉一家 一家是 一家怎麼 有空來看我直播 然後他就跑上各式各樣的logo 就是什麼 像你們應該有看到那個 ZAPP的logo 全家的logo 還有什麼 各式各樣的 反正就各式各樣的logo 就是營造一個 對 就是最後的logo 我不知道你們當下 到底有沒有想到這個是 這個 想到這個是這個 電影結束的那個 跑的那個啊 對喜歡音樂的logo 對我就是很想要 這個電影結尾 但明明不是最後 是為什麼呢 因為 台灣會下班 辛苦了 那是因為像漫威一樣 漫威也是最後都會留一些彩蛋 那我就想說 因為我想要脫下禮服 因為我那時候就很想 因為我那時候 就想說我既然都要花錢做禮服了 我就要做一個 很實用的禮服 對 反正就是我那時候 就想說我的禮服一定要可以跳舞 又有禮服的感覺 我那時候是這樣講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穿我的禮服 我就想說 我就要穿我的禮服來跳舞 我就需要換衣服 我就需要一點時間 我就想說 那就是 做成這個 那個彩蛋的感覺 就是我 我趕快去脫下來 然後再回來跳舞 然後這一part 這兩首歌 就很像電影 不是漫威電影結束之後 都會留下幾個 讓人家意猶未盡的片段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然後想說 大家會不會 就是不懂我在幹嘛 想說怎麼出去又回來 出去又回來 這樣子 對 對 就漢萬威一樣概念 就是 蛤 你們沒有想那麼多 你們真的是齁 沒有認真看 那就是一個 電影彩蛋 對 好啦大家可能 當下沒想那麼多 但是大家之後回去想 應該有想到 知道你的禮服要永久封存了嗎 禮服目前還在公司那裡 我還在思考就是 買回來的機率 我先問一下 要賣多少錢這樣子 呵呵 你們雙眼被蒙蔽 你們雙眼有被蒙蔽嗎 喔你們被淚水蒙蔽了 對你們被淚水蒙蔽 那裡是我哭超難 對我跟妳說 因為 我跟妳說其實我超開心 因為那裡其實算是 我精心安排的一個小橋段 就是 我在 就是 我 我 那一段我就覺得 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誰 就是 被看到寫在名字上面 的時候 應該會有 都會有一種 感動的心情吧 就不論是成員也好或什麼 就覺得 把大家的名字寫上去 然後大家看到自己的名字 應該是會 會開心 就是會覺得 喔我被重視到的感覺 所以我就很期待 大家看到的反應 就是 不管是工作人 或是成員好 因為其實成員們都沒有看過這些VCR 然後結果 我記得第一次彩 就是第一次彩排的時候 就是 大家第一次看那個 大家第一次看那個VCR 大家真的哭 大家就很哭 大家真的很多人哭欸 然後因為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就是 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就是 我們就只跟他說 喔因為我還要再放一個影片 然後我要下去脫掉我的裙子 所以大家就在台上看那個影片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成員們一定覺得 蛤我們在台上看的影片 好像很奇怪 會不會太怪什麼 就是如果我是成員 我一定 我如果是成員 我一定想說 一頭霧水 我們要站著看 上面的影片 什麼意思 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就是 那是一個 但那其實就是 一個 感謝名單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 想要好好謝謝大家 這樣 尤其是我覺得 像我的演唱會 因為其實我跳了很多首 然後其實就是 大家都要一直 大家都陪著 就是每個成員都要陪我練習 然後 就是很感謝大家 一直陪我練習 怎麼說 就是明明大家 就是大家陪我練習 然後大明明就知道 欸可能主角不是他們 可是大家還是很 很認真 很 很 沒有怨言 或許他們可能也有怨言 我不知道 但是 在我看來就是 大家都很沒有怨言的 陪著我練習 然後都很希望我就是 欸很漂亮 很很很 很 很 很驚豔大家 或什麼 就是 就是我覺得 大家的那個心 我很感動吧 對對對 犧牲自己成長的人 對 因為是唯一一次 謝謝思琦的掌聲鼓勵 對 好 所以我要 我要播一下 練習時都很順利嗎 嗯 其實我 連這些工作人員都寫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 嗯 其實我們公司算是 很多工作人員來來去去 那其實 其實就是 也好像沒什麼機會 好好謝謝他們 這樣子 對 但是我能走到今天 肯定是每一個人 堆疊出來的功勞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想要謝謝 有個機會可以謝謝他們 這樣子 對啊 欸剛剛還有什麼 切換也算是前工作人員啊 環島工作人 很當然喔 環島工作人員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初心 對 欸 謝謝Jacy 久留的星辰 欸剛剛還有說什麼 嗯 喔 練習順利嗎 我第一次連跳26首 我其實中間有修一首嘛 中間修一首 因為真的沒辦法 一定得休息 因為 等一下我等一下再播公腦 我先播一下孟姿河 等一下再講公腦 因為 就是真的換衣服真的來不及 所以 而且 會很有壓力 所以就最後就 真的修那一首歌 然後 所以我第一次踩 我們第一次在舞蹈 就是踩 連跳26首 然後那時候是 因為我們在舞蹈就是踩 就是沒有踩MC 那我這邊真的沒有休息時間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休息時間 我就喝一口 就是每一part 我就喝一口水 就 就 就上場跳 那快累死 你知道嗎 然後跳到後面 就體力越來越好了 呵呵 他是你演唱會少數的center 對啊 雲爵是少數center 就是onlytoday那一part的 那一part表演者 嗯 其實 因為每一個人 都是 就是每一首歌誰辦 我有細想過 為了盡量讓大家 出場 都有出場 出場的蠻平均 我盡量 我盡量 想要讓大家出場的平均 那onlytoday那首歌呢 其實是 集結了比較多 可能平常 呃 比較常站在後面的人 就是他們可能 沒什麼機會 可以站在前面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要給他們一首 沒有我 然後只有他們的歌 給他們一首 展現自己的機會 謝謝博城海賊團帶640出航 對對對 謝謝 哇這都叫很多欸 很多齁 謝謝掌聲鼓勵 對 對 謝謝超哥的告白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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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手 欸 等一下 謝謝Dragon的夢幻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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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Dragon夢幻煙火 欸我看到哪裡 謝謝Dragon的 我看到哪裡 謝謝天主主車的真情告白 謝謝OMG的告白氣球 哈囉 凋謝 謝謝 蹤影的愛的小熊 謝謝小強的鍾情玫瑰 謝謝Ricky 帶我去流浪 謝謝Ricky帶我去流浪 而且我在排的時候 因為我就想到那個 因為其實我們衣服真的 是很大的限制 就是呢 很多東西就有人數限制嘛 有些衣服他就真的只有12件 有些衣服他只有16件 有些衣服他只有 20件 18件 那樣子 啊我們沒辦法一起表演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人數真的限制很多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一秒一秒約好是藍色的 然後那個 那個 Only Today的衣服也是藍色 然後想說 欸如果他們兩個一起上台 好像就可以促成 一個 就是 兩個合在一起表演 好像就可以促成 另一個 另一個 另一首歌的感覺 對 感覺好像換了衣服的感覺 對 所以我就 有 我就覺得 我就特別安排了一下 就一碼一碼約好接 Only Today中間 你是旋律是一首 這兩件衣服的一半人聚集在一起 就是 一半的 一半的 一半的五單選拔 跟另一半的人 跟另一半的人 跟另一半的 一起聲 一起唱 然後 接著 一秒一秒的人下去 然後 在二期 沒有進 二期 扣除那 進選拔的那兩個人 上來一起跳 Only Today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兩首歌就是 主要都是沒有進五單選拔的人 跟 前面已經去 沒有跳女士選 啊這樣說太複雜 反正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看吧 你們自己去想吧 我在講你們一定聽不懂 因為我跟你說 我 我第一次跟 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跟工作人員講的時候 也講了很久 他們才聽得懂 所以你們 你們自己去斟酌吧 反正 對是統計學 就是 本來是 本來是16 然後接下來是10 10加6 然後接下來是6加6 然後後面是7加9 反正你們就自己去看一下 對 你們就可以懂 就是我希望 可以讓大家 都有很多上台的機會 對 就是平均上台機會 當然我是盡量啦 對對對 我要不要轉行 誰要請我 我數學超好好不好 我那時候在那邊 覺得我是天才 你知道嗎 你喜歡Kimiwame 好想被我支配 我一直想被我支配 反正 我第一次講的時候 真的工作人員也是 工作人員也是 工作人員也是很多 一頭霧水 然後我就用了 我就用了很多支顏色的筆 跟他說 你看這個顏色呢 就是這一首歌的顏色 然後另一首歌的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我就去把這些人數 分配給他聽 然後分配完之後 他們就終於 喔 有一點懂了 對對對 因為只有這樣子 才可以做到 說實話 才可以做到順暢 因為我跟大家說 我真的看片所有 前輩們的畢業演唱會 就是 要能夠連跳 就是基本上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能夠一件換裝 就是 這是連跳一定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做不到一件換裝 你知道嗎 我做 我沒辦法做到這件事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做衣服 所以我沒有辦法一件換裝 所以如果我要能夠連跳的話 我就必須要非常精細的規劃 真的 我真的規劃超久 但最後我還是有一首歌 沒辦法 那就是 Only Today這樣子 對 沒辦法控制衣服 我真的是沒辦法控制衣服 你知道一件換裝 不是只是全部穿上去 因為像日本他們 其實他們會重新設計那個衣服 他的衣服會是 脫掉又是另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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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 而且他們脫是那種 脫超快的那種脫 他們脫是 怕就脫掉了 就是你只要去個後台 然後三秒內就可以換下另一個衣服 對 但是 我們沒辦法 我們這裡也沒辦法 對 啊對 一件換裝就會很胖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 一件換裝就是把所有衣服都塞進去 這樣 啊但不論怎麼樣就是 我就是沒辦法一件換裝 對 對對對 喔對 這是後夜記聊 對 這後夜記 我也不知道 因為 對 我應該也不知道有來賓 後來我才知道 喔原來要邀來賓這樣 好那就跟來賓聊天這樣子 對 沒關係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概還是可以在這裡問我 對啊你看也只有後夜記才知道的事情 但有些東西其實很細啊 我也 在後夜記可能當下也想不出來 對 最後的去處 謝謝提瑞的GG牛 最後的去處 在公司吧 應該在公司 本來是UNCLE上台 其實本來是UNCLE上台 那個是我睡初真的超級早之前的規劃 大概在中後就是中間開始就已經 他不是被我排在UNCLE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這件事而已 對 一開始還 雛形還沒有完全完整的時候 我會想說 UNCLE 來製造一點驚喜感這樣子 但是 後來就 後來就改了 對 後來就改了 謝謝姓泰的愛的煙火 哈囉180 對 只是我沒跟他說 反正他在哪都沒關係啊 對 從頭講到尾 你排得很剛好 對啊 就是我把 一樣的 就是我把一些故事連在一起這樣 謝謝梁公公的緣分相遇 那我很想問就是 這邊有人是 看完前四首 就已經 了解我在說什麼的人嗎 就是 看完前四首 延伸舞台下奔跑 那邊好像沒辦法做到耶 就是那邊的場地好像沒辦法 對 那邊的場地 我也問過有沒有辦法從下面升上來 也沒辦法 對 就是很多事情也不太能做 就是 像那個 喔你們就 你們有耶 你們很棒耶 而且我還想說 我們那時候想說 我就覺得 好像這樣你到黑暗 的那個情緒轉的 我覺得需要過場音樂 所以我們就討論要一點過 幾個八拍的過場音樂 然後因為我跟公司講說 前四首就是我們的故事嘛 然後我們就說 欸要不要打個雷或什麼的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那個 就是我們 製作人就是幫我們做出來 這真的有打雷 然後想說 哇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想說打雷會不會太突兀 原本有點擔心 打雷會不會太突兀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練一練就覺得 欸其實打雷打得好像還不錯耶 就是還蠻有feel的這樣子 然後那個 對物理景天比例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最大 我那時候最掙扎的點就是 呃 就沒辦法我只能穿 我只能穿小 我只能穿小橘跳 可是因為 小橘是很亮 然後穿著小橘跳黑暗 但是我覺得 後來我想想其實這不是蠻總事的嗎 因為其實 其實當初就是這樣子走 就是當初的故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諷刺 就是欸當初也是 這套衣服做出來了 結果 結果公司倒閉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後來我們想想就覺得 欸好像也沒那麼糟 反正 是有 至少是有意義的 我跟你說 要不就是要好看 要不就是要有意義 就是 這就是兩件事情 如果你沒辦法做到好看的衣服 那就要有意義 所以我們做不 我們沒辦法做好看的衣服 所以我就選擇 有意義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 我後來就過了 我在心裡就過了 對 而且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時間換衣服 我們真的沒辦法換衣服 對 真的沒辦法 對 很符合當時的情境 對 很符合當時的情境 而且我真的要說 雖然我 好像在那個路幕後花絮的時候有說過 這段話可能會放在幕後花絮裡面 但是 少女們有一句話是 跨過了那些黑暗什麼 的崎嶇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 我現在又忘記 我每次都忘記 我要唱一下 黑暗 我要唱一下 我看一下歌詞 然後就想說 我在練習的時候就想說 跨過了那些黑暗的禁區 然後我想說 我那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我想說 媽呀我也太會選了吧 怎麼會剛好前一首是黑暗 然後下一首就跨過了那些黑暗的禁區 就是我是一個 我是天才吧 我那時候心裡默默覺得 我是天才這樣子 自己封自己為天才 笑死 但這個 這個梗太小了 對對對 這梗太小了 可能大家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瞬間 知道這些事情 對對對 編排鬼才 我是天才 我那時候真的默默心裡讚 讚嘆自己 謝謝CMK的我的觀眾 謝謝中瑩的掌聲鼓勵 謝謝中瑩的掌聲鼓勵 沒有想排巫吼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一直 其實排很多歌 就是需要原音嘛 然後像巫吼 我這次沒有排reset公演的歌 是因為我覺得reset公演 之後會演 之後會做reset公演 所以我就沒有把reset公演的歌 排到 演唱會裡面 因為想說 公演的話就是另一個 意義嘛 對 而且我想說 大家會去公演看reset 可是 演唱會就是 可以唱一些比較 那個 有沒有哪些意見是 會被公司否決 也不算否決吧 就是 沒辦法做 就是唱向前走 就是唱向前走就是 沒有辦法做 沒辦法做到 但沒辦法 我 我們努力過了 對 對 沒關係 我現在有功鬧了 補足了我的缺憾 對 因為其實有很多東西 沒有那麼簡單嘛 商業的東西 就是 有很多 現實的 現實面要顧 對 我本來其實排第一首就是 向前走 然後再 對 我本來是這樣排 可是最後努力了一陣子 最後可能還是 就是 還沒有解 沒有解法 所以就 就沒辦法 對阿 就只能妥協 沒關係 就 以後唱勾鬧這樣子 對 夢測也有向前走 天樂老師很會買梗喔 對 但是我 我是想 我那時候 雖然沒有唱向前走 但是我在手寫信裡面 有帶入向前走的句子 對 對 也算是 Cue了一下向前走這樣 哈囉人好 還有什麼事要說啊 對 手寫信 為何沒有唱360天 360天 360天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 我跟你說 其實真的很多首好 每一首歌都是好歌 但是要怎麼選進去 就是一個 需要一些 意義跟 一些理由吧 對阿 嗯 整首的歌詞你們都會背 你說向前走嗎 演唱會會拿掉哪首歌 不會拿掉阿 演唱會就是28首歌 然後寓意就變成 演唱會總共有28首歌 我挑27首 因為我27歲 寓意就會改 我都已經想好 各種解套方法 你知道嗎 就不用擔心 哈囉 我叫霧脈 整場有讓你 說服不了自己的地方嗎 整場有讓你 沒有阿 整場沒有讓我 說服不了自己的地方 因為整場就是 基本是 基本就是照著 我想要的方式走 所以 整場沒有讓我 說服不了自己的地方 對 對啊 對安排妥當 完全都不用擔心 我都已經想好 說服那些怎麼變了 對 沒有遺憾 對 彩蛋什麼 彩 彩排給大家看的part 彩排給大家看的part 是什麼 喔 你說後夜季那一part嗎 雞尾雲 雞尾雲我有考慮過 可是 可是就是 你知道 因為其實我 我不知道大家 嗯 我可能 因為我 我在排歌單之前 我看了很多很多 畢業演唱會 所以我 我算是 因為其實日本的 畢業演唱會 它其實 有一個架構在 Sorong也是自己想的嗎 Sorong 對 Sorong是我自己想的 對 它其實有個架構在 就是它的uncle之後 就是進畢業儀式 然後它前面就是 演唱會的流程嘛 所以其實我 基尾雲反而就是 因為我覺得基尾雲是一首很適合uncle的歌 就是基尾雲 它就是很適合uncle玩 要唱的歌 那它放在本篇 我會覺得有點太快 我自己覺得它放在本篇有點太快 但是因為 畢業演唱會的uncle後就是 一個畢業的儀式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反而不知道把它放在哪裡 但是我是喜歡這首歌的 對我是喜歡這首歌 可是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裡 但我就說了其實好歌真的很多首 但是 就是 要選進去的理由要有 這樣子 對 Sound check給大家看 對啊 我那時候就說 你絕對不能曝光其他地方 沒有啦 那肯定 sound check肯定是唱那裡 沒有問題 因為sound check肯定要全員嘛 讓大家都可以被看到嘛 啊全員能夠曝光的地方就那裡而已 謝謝歐狗的告白氣球 謝謝歐狗的告白氣球 對這首歌不錯 對 這場合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對對對 下一場就可以都唱到 不行啊 別演唱會只會 一場而已 喔對 中後段選給粉絲的歌 就是全部都是在講 關於愛情的歌 這是我選歌 選那一段的時候 選歌的一個標準 就是全部都是 選關於在講 愛情部分的 然後再會 然後加上每一首歌 也有它一點 它的意 意義跟選擇在 這樣 對 哈囉小黑 你旁邊的女飯 怎麼人那麼好啊 晚安靈陽 對 天愛老師心甜的詞 天愛老師心甜的詞 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 你在套我話嗎 我要 我可以回答嗎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回答耶 會覺得還行而已 是不是就哪裡不夠好嗎 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 應該可以 譬如說我可能覺得 喔我可能會覺得 我夢中的彩排好像唱比較好 或什麼 我就會覺得 好像有一些 小遺憾這樣子 對 但基本我是 就是 拍 那個 有幾個啦 有幾個 因為像其實我 其實 一開始我自己排完這個歌單 其實我自己很害怕 因為 謝謝夏爾的 浪Live 音樂燈 因為我自己 沒有 從頭 我自己沒有連跳二十六首歌過 而且我覺得其實連跳二十六首歌 其實 頭腦會負荷不了 就很容易跳一跳會開始 頭腦打結 所以我就是 在家一直練習 就是真的要在家一直練 一直練一直練 練到就是 可以一直連在 連在一起 對 同時也很怕 忘詞跟 忘詞跟體力的問題 對對對 那樣 對 然後還有五步連在一起 也是 也是很困難 一件事 因為其實 我如果 正規來的時候 我跳的當天 我應該是沒有時間想 因為我已經是 衝回去後台換衣服 然後換完衣服 我又要衝出來 所以我其實沒有時間讓我想 所以我就是要很 怎麼說 頭腦很清楚 對對對 頭腦很清楚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 我一開始爬的時候好掙扎 我想說 天啊我要學這麼多 我學得起來嗎 我 我真的幫我媽之類的 然後後來就想說 算了算 都最後一次了 就 就試試看吧 最後一次了 就挑戰一下自己 對 怎麼 只有一項竟然是計程車 我太難過了 晚安生孕 哈囉默默 現在天主鼠車車的 真情告白 現在天主鼠車車的 真情告白 對我沒有錯亂啊 因為我到 我後來已經 練得非常的熟悉了 對 我後來練得很熟悉 所以我 我沒有什麼錯亂 就是 對 在家練舞 那時候每天 起床就是告訴自己 啊 要練舞 要背歌詞 要練習 唱夢之河 謝謝正元的麥克風 謝謝正元的麥克風 對 是你預計之中嗎 呃 我沒有欸 我沒有設想什麼欸 我只是想 我就是想說 反正就上來聊聊天這樣 我也沒有想過他那麼嗨 對 對 最後有感到幸福嗎 有 我感到非常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成員們 謝謝公司 謝謝Everybody 謝謝我 謝謝來看我演唱會的大家 我可以放勾鬧給大家聽 韓韓聽到你開口話說我可以離開 喔他有說 我不知道 謝謝HIMAGE的告白氣球 你知道他在MZ的時候嗎 謝謝HIMAGE的告白氣球 謝謝 拜年熊暴 謝謝易貞俊的拜年熊暴 謝謝易貞俊的拜年熊暴 謝謝希希的浪Live音樂燈 謝謝博承 博承 神燈給小金小 不是小辣椒的願望 謝謝阿萱的夢幻煙火 謝謝阿萱的夢幻煙火 謝謝勇哥浪的心 謝謝阿萱的希望的流星雨 謝謝阿萱的希望的流星雨 可以準備聽 你沒後退看不到 喔對不起 來不及後退 哈囉光一 謝謝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 謝謝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 謝謝X-Man 謝謝博承的真情告白 謝謝福福貓的真情告白 台灣臉書公司去問 有我們有在嘗試了 對對對 我們有在嘗試 謝謝中影的真情告白 欸我要勾鬧在哪 謝謝廷瑞的直譜的守護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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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Sam的怦然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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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剛剛不是找到了嗎 怎麼不見了 勾鬧 等一下勾鬧喔 你會唱沒 我這 我剛剛 我已經很努力的 想記起來怎麼唱了 可是我覺得這首歌還蠻快的 等一下喔 而且我 等一下在哪啊 我怎麼找不到 我放哪 淹沒在一群照片裡面 謝謝阿聖的Longlive應援燈 謝謝阿聖的長壽服 謝謝阿聖的長壽服 謝謝土司土司Longlive應援燈 喔找到了 好播給大家聽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潔心風味 很 潔心製作人 有希望 會不會放YC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會 為什麼你講到這 就會 好 會不會放YC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會 不過你很想不到這 對 即使不生 还是 随时说再见 如飘的瞬间的时候 都会到 这位轻语的 救救你哦 这位轻语的 救救你 小声一点 谢谢杨公公 掌声鼓励 二楼瓜瓜 我都在暴雷 我没有暴雷 好不好 我有暴雷吗 我哪里暴雷了 我没有暴雷啊 我暴了什么雷 你说放YT吗 我说没意外的话 搞不好有意外 我是说 我是说没意外的话 啊 可能有意外 我讲话是很保守的 对对对 对 搞不好会有意外 不然大家一直很期待啊 对 没有 我自己也觉得这么好的错评 应该要放YT一下 对 我怕等一下会大喊 小声一点 对 政治人物式的发言 谢谢原则的星辰 哈啰 哈啰 彤彤 王导 王导那天去运动了 王导应该很难过 没有办法出席后夜季 哈啰 阿波晚安 哈啰 虹 编曲也是结辛负责 没有编曲是另一个人负责 对 哦对 绿色如果再深一点 不会耶 我觉得礼服还蛮像Tiffin的绿的耶 可能是色差吗 不知道 对 有一天我就 有一天我就 刚好去公司 然后我就 刚好有一个货 要去 附近的 那个便利商店 诶 附近的取货店 然后 我就环过了四周 看看谁有空 然后我就看到王一家 坐在那 然后我想说那我叫王一家陪我去哪 然后我就走出去跟王一家说 诶王一家 然后 然后 王一家瞬间吓到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在干嘛 我忘记王一家那时候回我什么 哦 他回我说 在座你不能知道的事 你知道我这个人非常事项 我就是 如果那个人说他我不能知道 我就不会问 就是我不会逼任何人说 他不想说的事 然后我就会说 哦 好好吧 诶那你要不要陪我去取货 为什么你自己也不能去 因为他有一点远 我就想要有人陪我走过去 而且我还想要买晚餐 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人陪我去 这样 然后刚好身边的人 就是 只剩王一家 这样 有空 没有因为那天其实没什么人来公司 然后王一家刚好在那里 我会想说王一家好像可以 我就找王一家陪我去 对 去哪里 我买的螺蛇粉 对 对 对虾皮电刀店 有一点远啊 对 真的是螺蛇粉啊 你不会 你不会王一家 上厕所不会 上厕所我会自己去 对 可是因为那个 那个电刀店 有一点远 对 电刀店很远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要买晚餐 我需要有人陪我去 对 你有看到你那天的签名吗 哦 那是我写的吗 我都忘了 我都 我觉得那是我的字 因为王一家突然就叫我写了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 那是我自己的字耶 好不像我自己的字哦 我再看一次 在哪里啊 等一下 我再看 在最后面是不是 因为很丑道 我觉得很丑 我在哪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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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啊 超级不像 超级丑耶 我看到了 你不是说我还没注意到耶 超级丑的字耶 好好笑 很丑的字 哈喽林格 没有不是很丑 就是一个 很不用心的字 因为呢 我原本想说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写的很丑 然后 没有 我说我自己写的字很丑耶 应该是说我写的很随便 不是说很丑 是我写的很随便 真的写 我看一下 但是我的字好像 就是我大小不一啊 你看 有没有大小不一 笑死 就是很随便的写的字 我没有敷衍啊 我又不知道要干嘛 反正我写字都长那样子 对 王一家 就看起来 王一家旁边 王一家感觉就是很认真写的 然后我感觉就是写的比较 很随便这样子 对 再给大家听一次好了 这样不算丑吗 就大小不一啊 对啊 我这个人写字就很容易大小不一 对 他没有跟我要签名 他跟我说你写下你的名字 不是我的那个签名 对 对我写的字就差不多那样子 对 不是签名是 签名字 对 谢谢第二棒棒的浪姿 今天喝什么 今天喝 仙草动奶茶 对 谢谢爱心小蛋糕 谢谢国东主号的爱心小蛋糕 谢谢国东主号爱心小蛋糕 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这首歌叫做Go Now 对 其实我觉得Go Now的MV里面 大家长得蛮好看的 大家颜值也是不错哦 大家有认真化妆哦 大家有认真化妆哦 哇 大家还看不到 我在帮大家好好欣赏 我明天要被打起来 那边我也觉得超好笑的 明天要被打起来真的超好笑的 明天要被打起来真的超好笑的 好笑的 当天只有我没化妆 当天真的只有我没化妆 当天真的只有我没化妆 我真的长得非常丑 对 我就是一个全素人的人 对 那几天 因为那几天超热的 然后那几天又 又要一直 那个 跳整场 就是我要跳26首歌 我想说 那我化妆干嘛 我到时候 我到时候就是 我到时候就是 会妆 会 我的妆一定会花掉 就是我到时候已经很热 流很多汗 对 hello sr hello 纹身 法身是怎么决定的 就是 呃 那 法身是怎么决定 先播一下孟之河 法身是怎么决定的呢 法身就是 我就拿了那个 对 我第一次最后到教室 诶真的诶 我第一次最后一次到教室诶 我跟你说我通常都蛮早就 就到教室 我通常都是 不会迟到的那一个 我那天是第一次迟到 不是迟到我没迟到 我那天第一次最后到教室 对 诶我要说什么 法身是什么节点 对 就是呢 我后来就拿了我的礼服 给我的法行师看 跟他说 我就是希望法色可以搭这个颜色 什么样才可以搭这个颜色 然后法行师跟我说 你要不就是对比色 要不就是相近色 然后他是觉得说 应该要懒一点对比色 因为如果 你是相近色的话 其实很容易看到礼服 然后没看到我 就是 我这个人会消失 反而会注意衣服 然后 如果是对比色 比较容易看到我这个人 我本人 然后所以 我最后就懒了对比色 啊绿的对比色 好像就是橘 橘红 橘粉红 对 然后就变成橘粉红 橘粉红色 橘粉红棕色 对 还不错啦 我觉得还蛮好看 对 对 灯光会有粉色 它会带一点粉色 对 嗯就是一个橘粉红棕 融合了非常多的颜色 颜色 对 对啊很像小美人鱼 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那时候就有想过 我的衣服是绿色的 如果我懒红色 我会不会像小美人鱼一样 可是我又很怕是 会很 卡通人物你知道吗 万一很卡通人物 就会变得 不好 就是会很奇怪 但后来幸好懒出来就是 没有变卡通人物 对 指甲 指甲我昨天勾到了一个 我这个掉了 但其他都没掉 但我好难过喔 我这个掉了 很难过欸 因为我昨天找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勾到东西了 然后他就整片掉下来 但其他都好好的 希望其他可以撑久一点 好难过 阿粉帮我做旅行很漂亮 对啊 谢谢阿粉 阿粉超厉害的 谢谢 谢谢阿信 我其他应该可以撑一个月 差不多花了多久时间来 三四个小时吧 没有很久 因为我之前已经撩过了 谢谢辛勤 因为我之前已经撩过一次 所以我这次就没有撩 就直接懒 对 谢谢Dragon的长寿服 谢谢Dragon的长寿服 我这次没有撩头发 对 谢谢吉米洲的香槟level 2 谢谢吉米洲的香槟level 2 谢谢幻影战士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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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补回一支指甲吗 好像不行欸 好像没听说可以 没关系啦 反正是大母哥 大母哥不常单独出现 对 真的吗 谢谢阿平 超开心的 喜欢这个发色 真的假的 你们喜欢这个发色 所以你们果然还是喜欢 喜欢暖色系的我 对不对 你们还是比较喜欢我暖色系 你们就承认吧 你们 Miyabiの声がよいたんだよ ありがとう 对我好像 我果然好像 还是适合暖色系的 谢谢欠的爱的烟火 好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 自己演唱的心得给我 等大家的 等大家的take 谢谢朱莉莲的 比个星 等大家的take 然后 还有 就是 爸妈也有来看 等等等等 爸妈 我有尴尬吗 其实不会欸 我其实 因为 这个不像乌梅嘛 乌梅就太近 近到你会看到他很尴尬 可是这个其实很远 其实看不太到 然后主要是我上台之后 我也不会想太多吧 我就是做我 做我自己 原本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 不太会想太多 对 谢谢阿信 加上我那天真的 没有空 想其他事情 真的没有空 而且我那天是 就很 很很很 很 很 就 很不知道在干嘛一天 就是 應該是说我就是 太多事情要做了 然后 我都像 像我就说 我都没拍到 任何个照片 然后我也没 跟很多人拍到照 然后就 诶 怎么结束了这样子 所以我太多事要做了 我真的没拍到什么照片 像我那个 台湾那一part的衣服 跟 SSKR那一part的衣服 我一张照片 都没拍到 有啦 他们有拍 SSKR的衣服 他们在我 拆法室的时候 有 有 努力跟我拍到一张 对 他其他真的 就什么都没拍到 谢谢家居 哇 今天竟然开灯了 谢谢LoveLife 不是 是谢谢家居 谢谢家居 今天开灯 耶 今天开灯 谢谢家居 现在 LoveLife应该也是 庆祝我毕业这样子 谢谢家居的 夢幻 这什么 城堡 夢幻城堡 开灯城堡 谢谢家居开灯的城堡 谢谢 太厉害了 今天几个就开灯了 7.6的 金色炼上你的味道 今天几个就开灯了 三四个吗 四个五个 怎么关枪 我哪有关枪 谢谢后颖的毕业机会有没有 谢谢毕业机会有没有 看到又轩的影片 为什么 你想说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他 谢谢Derek的蓝框 谢谢Derek的蓝框 其实本来是有要又轩来到现场 但是因为他刚好有事情 现在天主书车车的超级舞台 现在天主书车的超级舞台 谢谢SAM的JUJU你哦 谢谢SAM的JUJU你哦 谢谢阿胜的LangLife应援团 谢谢阿胜LangLife应援团 谢谢阿胜LangLife应援团 谢谢阿胜的长寿服 谢谢阿胜的长寿服 诶对啊 他跟你讲的影片真的很棒诶 我看到他拿到 拿出那个 TPP撑的背心 我真的是 漆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 天心天又模糊了轮廓 谢谢小强的带我去流浪 谢谢小强的带我去流浪 真的是 真的是鸡皮疙瘩 谢谢东霖的红玫瑰 谢谢东霖的红玫瑰 谢谢余的毕业机会员票 谢谢 对 穿风的那一间 对卡比是在剧场那边夾的 在堂 诶 诶 在哪里啊 反正就在秋月圆那边夾的 对 对他还是一如既往 他讲话还是那种感觉 就是他讲话的感觉都没变 谢谢乌迈的缘分相悠 很开心 我真的觉得他的影片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 就像我 诶我后夜记有说吧 谢谢菲 谢谢不是菲菲 谢谢菲菲 后面的那种 谢谢韦韦的香槟leve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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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博神的尬白气球 谢谢博神的尬白气球 谢谢小狗妹的GG你 谢谢小狗妹的GG你 谢谢终于带我去流浪 谢谢追求爱的烟火 谢谢小狗妹的GG你 谢谢韦韦的行李箱 谢谢韦韦的行李箱 谢谢终于带我去流浪你 谢谢韦韦的行李箱 謝謝 韋韋的告白祈求 謝謝韋韋的告白祈求 哈囉 微積分大師 哈囉 博成 他剛也是怕身份尷尬嗎 喔對 他好像是怕身份尷尬才拒絕 對 對 他一開始是 好像的確有一些他的顧慮在 對阿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一開始有他的顧慮 但是呢 謝謝阿Ben的真情告白 謝謝阿Ben的真情告白 謝謝XTX的真情告白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的影片 不管是至於我 還是至於 成員們 或是至於 曾經有參與過 譬如說TPU春也好 或是前面環島的歷史也好的人 我覺得他的影片 是很重要的一個 嗯 就是很重要 就是不知道欸 就是一個 補動吧 就是一個把空洞補起來的感覺 對 必須要有他才完整 對阿 就是 不覺得就是可能心裡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洞 可是看到他的影片就會覺得 圓滿了那種感覺 對於成員來說肯定也是 因為我們真的是 像就是第一個老師 真的就是他 對 他想給你驚喜 所以才拒絕 真的假的 他想給我驚喜 所以才拒絕 Really 我不知道欸 我沒問那麼多欸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說他不要 我還有一直說 真的沒關係 我一直跟他說 他那時候好像怕說什麼 他覺得他的身份很怪 我就說不會啊 你就是一個 你就是一個藝人的代表 藝人可以 藝人都可以錄 你看像那個 阿伯桑那種 他們就是藝人的身份來錄 影片祝福我啊 你就是一個藝人 你也是一個藝人 你是Dance Bro的團員 你在台灣還是有知名度的 對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說 不會你就不要覺得你的身份 是工作人員或什麼的 他就是一個 你就是一個藝人的身份來錄 祝福影片給我 這樣子 我就一直說服他這樣子 但我當然還是尊重他 我不可能逼他 我就說但是還是 我跟他說我真的覺得很OK 我真的覺得沒怎樣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這樣子 然後我就 說但是我還是尊重他可以想 他可以想自己決定要不要錄 然後我就給他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的email 說如果他一起想要錄的話 就傳到這邊這樣子 他講的33分鐘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其實他 他其實很用心耶 就是 他寄來的影片是剪輯好 就已經剪輯好的 他自己有剪接 對 他有他的 腳本 對 他可能有設定了一個腳本 對 我覺得 他們兩個是因為我覺得 我跟他們的互動 好像就是這樣子 我記得阿貝商那時候錄影片的時候 那個 阿貝商的經紀人還問阿貝商說 你要不要重錄 你確定你這樣子可以嗎 你確定你錄這樣可以嗎 然後阿貝商就說可以啦 我跟MiaBi 我跟MiaBi可以這樣子 就是 對我的話就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可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跟阿貝商的相處方式 一直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可是如果 從阿貝商戴的時候 阿貝商在TP戴的時候 就有追的人 應該都知道 我跟阿貝商的 互動方式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很習以為常 對對對 就很習以為常 我覺得 對啊很懂 對 我們就是一直都是這樣相處 所以我就 對經紀人擔心 經紀人擔心說 你確定不要重錄 對 很像 每一天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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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口 環遊 回遍 歷別 不捨自切 請 珍重再見 相約 彼此 重逢的 那一天 謝謝Neil的 拜年熊報 謝謝Neil的 拜年熊報 謝謝Neil的 謝謝Neil的拜年熊報 好好送你這一回 對啦 朋友的話突然間要很真心的去祝福 好像也蠻奇怪的 對對對 而且然後像伊茲達桑 我也是 我跟阿貝桑有一次在我家 然後我就跟阿貝桑說我要拜託那個 Lina上路影片給我 然後阿貝桑就說 我們現在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開始拜託他這件事 然後就跟他說 你可以講搞笑一點沒關係 對 喔對啊 那個是阿貝桑送的 你最高的朋友 是阿貝桑送的 你如果 我就那麼我 能來給你走 他的最高是日文還是中文 看你要怎麼解讀這樣子 可能要看你怎麼解讀他的最高是 日文還是 夜站那邊怎麼問 夜站那邊就是我好像有 我忘記我好像有先傳訊息嗎還是什麼的 有一些我比較有一些 像公司是有說他們會統一幫我 發出去問 然後就看我要不要 不放心的話可以再問一次這樣子 對 我要感謝一翔天開的主持人 我有感謝一翔天開的主持人阿 你有看我的演唱會嗎 我的那個ROAD看裡面 就特別感謝一翔天開的主持人 對 沒有人在叫你咪雅比 喔 對阿 沒有人會叫我咪雅比 不會阿 李嘉莉都叫我咪雅雅 李嘉莉在那邊亂叫 叫咪雅雅 李嘉莉有時候會叫我咪雅雅 或是施雅 對 李嘉莉有時候不一定 他都愛 他會想到什麼叫什麼 對 Beebee可以嗎 Beebee不是誰的狗嗎 誰家養的狗叫Beebee阿 雨林嗎 雨林家養的狗叫Beebee是不是 哈囉酷妹 對阿看心情水一覺 我的家 我的家 李嘉莉李嘉莉 這什麼阿 看海物品 這什麼 我怎麼突然有那個 星星在我的 旁邊 不放射 用力花生蜀蜀蜀 轉盤 阿這要轉什麼 喔 因為我叫 對阿 我叫林雨昕淚姬姬 然後他叫我咪雅雅 切晃的布條 最後誰帶走 切晃的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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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隔天秋平衡帶來給我 對 秋平衡後夜借收帶來給我 幸運時刻 謝謝博程的一封信 歡迎大家試試看可以中獎 對 時候 謝謝L的行李箱 謝謝L的行李箱 但他又沒有拉出來 他沒有拉出紅布條 一起播啊一起播 謝謝阿順的一封信 能選誰還是你決定的嗎 呃 有一段不是 其他段是我決定的 欸其實我們也只有 四段MC嘛 中間有一段不是 因為中間有一段 我沒什麼想法 我就 有想 有想過 就是 全部 應該是說我有想了幾個人 但是全部是誰我 後來給公司決定 對 謝謝弱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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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弱克的大聲說愛你 謝謝弱克大聲說愛你 謝謝金魚的浪Live應援燈 謝謝 謝謝金魚的浪Live應援燈 真心痛苦脆弱 謝謝默默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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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姨姨的行李箱 謝謝Sam的一封信 謝謝大頭的紅玫瑰 謝謝阿軒的帶我去流浪 謝謝阿軒帶我去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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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8欸 Live8很高欸 謝謝東林的一封信 欸 那大家看到新型病毒的組合出來的時候 有開心嗎 謝謝Nale的行李箱 謝謝 Nale的一封信 喜歡 是不是 等一下聽說 三代病毒 對三代同常病毒 妮妮在說口白 我不知道 我忘記我沒有摸她頭欸 但我有對著她笑 對 對三代同常 但因為你知道我就覺得 其實 AFP有趣的地方是 有時候可以玩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不要那麼自私化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口白就一人一句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 我覺得 應該是要能夠玩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 看到白六個麥克風比較嗨 對 反正我主要是想說 我希望 有一些 怕可以玩一些有趣的東西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們一人 喊一句 然後我們就說 一人喊一句太有聊 不然我們來搶 搶麥克風好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 玩搶麥克風的橋段這樣 然後每一次都 搶得不太一樣這樣子 超好笑的 但反正我覺得就是 這就是 演唱會有 有 就是有趣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 就是只有演唱 就是 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成員的個性不同的主稱 然後 把握住這些 特點之後 還可以去 做 一些 化學反應 對 對 如果 哪一首歌跳最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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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耶 都蠻累的 現在這次就是我的愛的煙火 現在這次就是我的愛的煙火 都蠻累的吧 已經習慣了 到最後已經習慣那個累度了 沒什麼感覺 對 哈囉小鳳 謝謝Marshall的 這是什麼 拜年熊抱 謝謝Marshall的拜年熊抱 謝謝修的一封信 謝謝 三組群哪一首最難 欸真的是果實最難 我跟你說 因為 我跟你們講 我真的穿了那個 欸我好像在後夜季有講 就是 那個 那個鞋子 跳果實真的是 很 很 因為那個鞋子就 抓地力 就比較不好 因為它是那種形式的鞋子 它就 比較難抓地 然後 就很 果實 它跳很高什麼 就很難 你知道嗎 就是 會很 就很累 那一首 那一首 歌跳 果實 是 大母哥的 痛苦 對 然後 因為鞋子會跑 鞋子 鞋子 鞋子會跑 就是 因為它是那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它是那種綁帶的鞋子 但是很 後面很容易不夠緊 然後我就 套了很多 透明的那個 袋子 在鞋子上 對 換了幾雙鞋 蠻多 我還是不知道換了幾雙 對 就是對 那個 腳趾會被凹得很痛苦 嗯 嗯 對 因為鞋子也很累 都很累 都 就是 跳到後面就覺得都蠻累的 對 果實開始難抓嗎 還蠻難抓的 其實 對 果實還蠻難抓 抓的 對 狂狂猛猛 可是因為孟之河 就是緊張的就是 就是唱歌的部分 然後 謝謝吉米洲的GG牛 謝謝吉米洲的GG牛 然後 但穿那雙鞋子跳腳練也是蠻 也是很恐怖 就是 那個 我都很努力的在穩住自己 但是老師有跟我說 老師說你可以 老師 他說我可以跳小一點 然後我可以美一點 對 就是著重美一點 因為我那個鞋子 其實真的有點難 超級難 就是 很痛 也是很痛 超痛 對 我沒看到我的腳練超可惜的 欸王愛家也知道我有帶腳練 我有特別帶腳練 太可惜 反正 我就是 在努力hold住自己 這樣子 對 謝謝David 73111 然後那個鞋子 就是他的鞋子整個很閃亮 然後 那是阿粉 那是阿粉一顆一顆鑽貼上去的 超猛 那一張鞋超級漂亮 但同時就是跳舞也是蠻痛的 對 後來看照片才發現 喔 你有發現有腳練 你們有發現有腳練 對 我有帶腳練 對那個超厲害 那個鞋子就是讓人家 大家都大為驚嘆 就是 那個 大為驚嘆就是 這雙鞋很漂亮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沒有 其實整個禮服大家都很驚嘆 我跟你說真的 我的禮服真的得到很多人的 稱讚 對 就是大家都說 這哪裡 這很漂亮 對 所以說阿粉真的很厲害 對 腳練嗎 其實沒有耶 我 我會帶腳練 主要是因為 我後來決定要唱11月的腳練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帶腳練 然後我就問阿粉說 我可以帶腳練嗎 那阿粉就說可以 這樣子 對 阿粉的設計禮服裡面 在哪裡 我要看 剛剛PO的嗎 我怎麼沒看到 他有開直播 他在哪裡開直播 阿粉的愛 他中午在17直播 對 為什麼會感謝阿粉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 呃 就是 因為我覺得禮服很很 禮服很重要 然後 很 真的如果沒有阿粉 就真的不會有 真的不 真的會不到我禮服長型的樣子 真的 就是 我覺得很感謝他 中間還有一些 一些對 反正就非常感謝他 謝謝阿粉 阿粉真的是 盡心盡力的 在幫我做這套禮服 所以我覺得 幸好有阿粉在 不然我真的 會 少了一塊拼圖 我的演唱會 就是少了一塊很重要的拼圖 對 對沒有服裝部真的各種卡 真的對 真的 而且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 因為其實像我覺得 我在天文裡面有說嗎 我覺得偶像的衣服 真的不好做 就偶像的衣服 你要做得好 是真的非常 就是有很多美美嘎嘎 譬如說裙子要怎麼樣 怎麼樣才會好跳舞 怎麼樣才會碰度好 怎麼樣才會符合那種感覺 就是偶像的衣服 真的有很多 難處 然後 其實我覺得 台灣沒有像 有 台灣沒有像歐沙雷這種 真的超級 專業 就是超級會 超級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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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衣服的 呃 的 的人 的公司 或者是我不認識而已 我沒有認識 對 然後我們 像我們設計稿 對還是要過給日本 日本還要過才可以 對 然後 然後我的要求還是那種 就是要能夠換衣服 就是要能夠兩穿的這種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沒有阿粉 沒有人做得到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很感謝阿粉 我真的想把他買回來 我真的跟大家說 我還沒問要賣我多少錢 對 但我真的想把他買回來 對啊 謝謝阿基亞的星塵 買下來 對啊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的禮服就是 他用的那個材料真的超厲害 就是 我每次從 這樣子 往下看自己的裙子 我都覺得 不會亮 就是沒有亮亮的 可是 就是 從別的角度看我的禮服 我的禮服都在發亮 這就是我覺得 超級厲害的地方 就是 從別的角度看我 就是整個人在發亮 但我自己看 我都還以為 我沒有在發亮 就是那個亮片的角度 對 真的是很回應 那件禮服之後應該沒有人可以穿 對啊 我覺得 其他人穿太奇怪了吧 但是 其他人穿感覺 他好像也不會開心 我也不會開心 他也不會開心 謝謝宣的好學生證 對 對 身材也不合 對 因為那是照我的size做的 那我們也可以穿 謝謝楊公公的大聲說愛你 我家 我家不知道放哪 是沒錯 但是買回來就是一種感覺 謝謝點衡的香檳 謝謝點衡的香檳 對 對 印緣色 對 還有我愛的藍綠色 謝謝Jessy九九的愛的煙火 謝謝Jessy九九的愛的煙火 我跟你說 那套禮服真的是 近看會讚嘆 讚嘆都不行 晚安 而且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這是 這最厲害的就是 就是 就是 那一集就是 原本我只是想說要做禮服而已 重點 然後最後就是我發 最後 談一談我才知道 原來阿粉會做全套 所以 全套的東西 所以連那個 那個叫什麼 手鍊也有 然後 皇冠 就頭飾也有 他問我要什麼頭飾 頭飾也有 然後高跟鞋也有 就是他是整套 然後耳環也有 就是 完全整套我都不用擔心 他就是整套幫我做好 對 然後想說 我們那時候 收到的時候 我跟 我的軍事人 驚嘆 想說 天阿 怎麼 而且你知道他付超多東西給我 他付了絲襪給我 付了隱形襪子給我 然後 再付了 什麼 各種 實用的東西 給我 然後想說 天阿 這個全套真的 整套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還付了實用說明書 該怎麼保養 該怎麼保護這件衣服 該怎麼穿這件衣服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怎麼聽說 請問你是聽誰說 你該不會是聽我妹說吧 不是阿 我怎麼都沒聽說這件事 為什麼我自己沒有聽說 公司會借給我 我想知道是誰說的 笑死 阿粉說的嗎 阿粉說的 公司應該會借給我啦 我不知道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想到 有什麼其他的事情 我會用到這件衣服 對 但是就是 我真的想把它買下來 你們支持我把它買下來嗎 應該是非常支持我的吧 掛在好遠 你們應該是支持我把它買下來的 多少錢 不知道還沒問 要問一下要多少錢 對 不知不消 每個人通通 抓了希望的穿托 就 生血喔 嗯 之後 可能吧 對 可能 嗯 對要公司同意 但是其實 我之前有 我不知道台灣的做法 但我之前有問過阿伯桑 日本的做法其實是可以讓成員買回家的 因為說實話 你發現那也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 對 就是 因為禮服真的除了本人之外 其他人穿真的太奇怪 太奇怪 太奇怪了 所以其實 在日本他們好像是會讓成員把它買下來 對 但我不知道我們公司的做法是什麼 對 我代表成員同意 謝謝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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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你說我那時候 在拍孟姿的MV 我就 要換裝換穿禮服 因為我們有拍 我們有 那個 就是我有穿 就是短板的去拍MV 然後 那時候我就帶那個皇冠 然後我那個裝法老師就說 天啊這個皇冠太閃了吧 你在哪裡買的我也想買這樣子 然後就說 這是那個 日本那邊 請日本那邊的人幫我做的這樣子 就是受到各種讚嘆就對了 對 對他一個一個點上去真的超猛 真的是 很猛 非常猛 真的阿粉太厲害 阿粉是 我每次都跟阿粉說阿粉要不要開店 阿粉適合開店嗎 舉雙手贊成阿粉開店 阿粉應該開一個服裝店 阿粉是喜歡幫問的還是 恩 因為我有阿粉的聯絡方式 所以 應該是上兩個人一起問 我跟我妹說 欸我想 我想請阿粉幫我做禮服 然後 我妹就說好啊 那你問問看 然後我妹好像跟阿粉聊天的時候 就有不經意的提起這件事情 然後等到我真的確定 因為我要問公司嘛 我要問公司我可不可以請 這個人幫我做禮服 然後我先確定 我跟公司那邊確定這件事情OK之後 然後我就傳了訊息問阿粉 然後阿粉 阿粉也說他OK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 討論 什麼時間點要開始製作啊 然後 要什麼樣的風格啊 這些的 對 對 我妹妹跟他比較熟 比較熟一點 但我跟阿粉也算是有 一起出去吃過飯 這樣子 對 鑿鏈哪買 鑿鏈隨便買的耶 忘記哪裡買的 鑿鏈 阿粉沒空幫忙 誰要幫忙 阿粉沒空幫忙 誰要幫忙 呃 呃 據我所知 就是我跟阿伯先生 我問過阿伯先生 他說 呃 日本的 那邊就是不會 沒有幫海外的人設計過禮服 所以 沒有阿粉就 我真的不知道要找誰 所以我才說阿粉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要找誰 因為 日本他們是不會幫 海外成員做畢業禮服 他們沒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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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他們沒有這個 這叫什麼 傳統 習俗 就是沒有開這個先例 沒有開過這個先例 對 所以他們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沒有阿粉 我真的只能找 就是 台灣人 台灣認識的設計師 對 唉 所以我真的很總是阿粉 我看到我的那個圖片 我就是 立刻想要 感謝阿粉 海外團沒有畢業演唱會 有 JKT48也有畢業演唱會 主要是 JKT48 其他好像都沒有 對 但阿粉就是在日本 學習服裝的 對 阿粉在日本 他是在日本幫我做的 然後再送來台灣 對 我丟了很多照片給他參考 對阿 我丟了很多照片給他參考 可是我跟你說 我丟的照片都是一些 我覺得很沒有用的圖片 因為我丟的照片就是 一件兩穿的形式的衣服 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我要的就是 這樣子的 一件兩穿的感覺 我就只是這樣跟他講 所謂的 我只是跟他形容 所謂的 一件兩穿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跟一些 而且我覺得我丟的都很 奇怪 我自己都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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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丟的 我丟的這些圖片 好像找不到什麼 相似的地方 就每一件好像都長不太一樣 對 但我主要是 一 對 阿粉有先給我看過設計圖 阿粉有先給我看過設計圖 然後阿粉很厲害 阿粉還有先畫過幾個 畫過幾個不同的給我參考 重點是你知道我每一個都超級想選 就是在出稿的時候 我每一個都超級想選 當然最後我還是 就先選了一個 先選了 我心目中第一個 喜歡的那一個 去給他 做 然後他才開始 畫 就是 他才開始深畫 就是仔細的畫 對 喔對他現場沒有幫我量身 應該是沒有 因為其實我的身材還蠻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 還好 其實蠻合我本人的 謝謝Derek韋的 什麼 拜年熊抱 謝謝Derek韋的拜年熊抱 對 這是客製化訂單 就是 這是量身訂做 量身訂做 對 就很厲害 非常厲害 真的 特別要謝謝他 而且就是其實 什麼一直都胖胖了 明明就沒有很胖 而且就是其實我 呃 我們本來押日期 我知道本來5月14日沒有延期的話 其實阿粉那時候好像蠻忙的 所以我就 就很謝謝阿粉就是 幫我 就是 趕訂單完成這樣子 所以就 心中無比感謝 而且我真的跟你們講 真的 我沒有認識的人可以做出這種禮服了 真的是 100%真的 我相信大家非常相信這樣子 謝謝博程的浪之星 對他還有婚紗的case 他還有婚紗的case 謝謝博程的星辰 欸11點了 今天我哥房間欸 我今天不能拖太久大家 對阿粉的carry 謝謝Sam的告白氣球 謝謝Sam的告白氣球 謝謝家具的和你一起 謝謝家具和你一起 就是真的 我跟你說 穿好看的衣服 對偶像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後能夠穿上 很有偶像感 然後非常夢幻 非常好看的禮服 就是一個 真的很感謝 謝謝若克的GG牛 謝謝若克的GG牛 謝謝博程的浪之星 謝謝博程的浪之星 下次怎麼只有直播 下禮拜四吧 下禮拜四 下禮拜四 禮拜 8月4號 希望大家在下禮拜四直播之前 多看幾次孟之河的MV 明天有工作嗎 明天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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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謝謝大家 多看幾次MV喔 謝謝 好笑 欸 看留言跑太快了 看不到 謝謝土司土司的浪 哇浪的希望號小火箭 哇 這是火箭嗎 這是火箭耶 謝謝希望小火箭 謝謝 hes like 希望笑 希望小火箭 謝謝希望小火箭 謝謝 土司土司的V 希望小火箭 謝謝土司土司 嗯 畢業後有要開外地嗎 嗯 還在思考中 對希望啦 不是稀罕 希望 希望小火箭 謝謝吐司吐司的希望小火箭 謝謝吐司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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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原本超級想唱這首歌 然後有問過有沒有可能 可是 就沒有買下來就是不可能 然後之前也問過可不可以借 台灣研究生的衣服 然後就是得到回應也是 因為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 開先例 反正就是遇到很多難關就對了 所以我說真的就是 很多現實面的東西 需要去 需要去 考量跟克服 就是很多情節 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樣就那樣就是這樣子什麼的 可是其實 就是會遇到很多卡關的事情 嗯 對啊 所以就很感謝所有人的幫忙 感謝公司 感謝 感謝大家 我沒有問我爸媽看完的感想 我就比較不是這種類型的 對 對 謝謝廷瑞的真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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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延的衣服是做的 我們 那是我們做的 對 謝謝信太的紅玫瑰 謝謝信太的紅玫瑰 謝謝 日紅 謝謝其薇的真情告白 謝謝其薇的真情告白 謝謝薇薇的香檳 謝謝 謝謝薇薇的香檳 LV5 謝謝薇薇的香檳 LV5 謝謝薇薇的香檳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打 把那個演唱會心得交給我 謝謝 跟我訴說一下這場演唱會 你的感想 或是你覺得我哪邊 編得不錯 哪邊做得不錯 哪邊可以更好 或什麼 都可以 那個 傳訊息給我 讓我看一下大家的感想 然後謝謝大家 來看我演唱會 前一晚有緊張到睡不好嗎 還好耶其實 還好 反而是彩排的前一天緊張到睡不好 但我每次 因為我只要一到演唱會 我就會不小心 我不知道 亢奮嗎 我都會很早起床 謝謝拜年熊抱 謝謝 每天補刀補刀兔的 拜年熊抱 我都會很 就可能五六點 就自然醒的那一種 然後就會開始 在想 今天的事情 這樣子 對 可以啊 也可以寫很多 益生菌 嘿嘿 欸我要念排行榜 我要先念排行榜 對 第二十名小強 十九名金米洲 十八名金魚 十七名是博城 十六名是Sam 十五名是廷瑞 十四名是棕瑩 十三名是洛克 第十二名是美甸補党補刀兔 第十一名是Marshall 第十名是Ricky 第十 九名是天竹鼠叉叉 第八名是Derek 第七名是Drakon 第六名是阿順 第五名是阿萱 第四名是益生菌 第三名是家居 謝謝家居 第二名是Neil 謝謝Neil 第一名是土司 土司 謝謝土司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直播 大家記得多看幾次 孟姿好跟因為喜歡你的MV 謝謝一二三的爆竹 辛苦了保羅 辛苦了紅衣哥 辛苦浩衣 晚安阿萱晚安 英哥晚安西西 晚安摩摩 晚安Frank晚安 廷晚安楊公公 晚安治豪晚安 童童晚安 斷水戰友晚安 桃華哥晚安 七八八晚安 小強晚安聊心玩家晚安 停T恤哥阿翔 晚安超哥晚安 RICHOL晚安 家衛晚安 新王子晚安 Jerry晚安 本來我想丟帝王陣 真的假的你想丟帝王陣 要不要下來 要不要還是改天 還是 你現在丟我等一下 再重念一次排名 謝謝唐海兄弟 要不要考慮一下 謝謝Neil晚安 哇我人稱孫雅 還沒看過帝王陣 謝謝晚安阿阿阿阿阿什麼 晚安小強 晚安古早古早 晚安中癮晚安小娘 晚安微微 晚安開心晚安科技 晚安國書 晚安書的課本 晚安廢標晚安 晚安中專櫃晚安 晚安李猴子晚安 晚安奧口晚安 夢晚安洋熊晚安 小哥沒見 晚安餅框晚安 身語晚安 玩球晚安烏麥晚安 清語晚安奇葳 晚安恩 晚安家軍晚安阿福 晚安陽區女的路 晚安烏語 晚安福福貓 晚安黑家人 晚安KX 晚安韋城 晚安X妹 晚安兔斯圖斯 晚安智祥 晚安阿兵 晚安歐比王 晚安暖風 晚安罐德 晚安摺語 晚安毛巾跟晚安透露獎 晚安安 晚安 Elly 謝謝 謝謝瑞的小小帝王鎮 哇 我人生第一個帝王鎮嗎 是吧 我人生好像沒收過帝王鎮 謝謝瑞的帝王鎮 給他這特效 我好好欣賞一下 謝謝 謝謝 哎呀怎麼回事 謝謝瑞的小小帝王鎮 謝謝瑞的小小帝王鎮 排名要不要重新唸一次 我看一下 我們要不要重唸 我看一下 重唸第一名 重唸前三名 第三名是尿 第二名是吐司 第一名是瑞 謝謝瑞的帝王鎮 謝謝瑞的帝王鎮 謝謝吐司的西漢 不是西漢 希望 什麼西漢 希望 希望小火箭 不是西漢小火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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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洋公公 謝謝你們 謝謝 今天送我城堡的大家 謝謝今天開燈的大家 謝謝今天開燈的大家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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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 讓我人生 看到了開燈城堡 又看到了希望小火箭 又看到了帝王鎮 小帝王鎮 小小帝王鎮 就算他小小也沒關係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禮物 對 怎麼非是 謝謝帝王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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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 演唱會看得開心 夢測看得開心 因為喜歡你看得開心 對對對 謝謝大家 おやすみやび 大帝王 大家可以存錢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瑞 謝謝圖司 謝謝瑞的小小帝王鎮 謝謝大家 晚安瑞 晚安又欣 晚安 晚安 晚 西汗 剛剛誰打了西汗 就害我一直 腦袋裡是西汗 謝謝 下個禮拜見瑞 謝謝下個禮拜見 謝謝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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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晚安 謝謝玉 等你的心得 謝謝葉豐明明 謝謝小懷懷 謝謝薩鹿 晚安羅猴 晚安小強 晚安浩義 晚安小佑 晚安東林 晚安吐司吐司 晚安 晚安瑞 拜拜 下次直播見 之後沒有了 沒關係啦 等 之後換別的禮物 佳俊 拜拜 阿璇 拜拜 清雲 拜拜 瑞 拜拜 米酒 拜拜 博城 拜拜 七八八八 櫻桃 拜拜 阿基拉 晚安 茶茶 晚安 衛魚 晚安 湘漢 阿璇 晚安 阿璇 晚安 北極星 晚安 飛鏢 晚安 Jerry 晚安 佳俊 晚安 欽宇 晚安 寶羅 晚安 多看幾次MV喔 團長 晚安 Steven 晚安 佳俊 兄弟 晚安 九蛋 晚安 西西 晚安 蘋果 貓 晚安 暖瓮 晚安 佳俊 晚安 小狼 晚安 阿璇 晚安 所有客人 出DVD喔 大家要 寫信吧 我不知道 蘋果 貓 晚安 博城 晚安 洋公公 晚安 紅衣 晚安 天竹車 晚安 哈翊 晚安 秘書 晚安 大家 晚安 謝謝大家 謝謝RAIDD 王政 謝謝圖書圖書的 西漢 西漢 小火箭 謝謝RAIDD 王政 拜拜 謝謝洛克 洛克 晚安 心情 晚安 大家 晚安 拜拜 等大家心得 拜拜